欢迎回来,我是阿姆希 第一集的荣誉七十二的点赞量到了八千啊 离一万的还差一点 不过呢影响不大 我们今天就来做一下维京海盗的第二集 大家如果喜欢这个系列 一定不要忘了点赞,投币,分享三流 法兰西已经越过了英吉利海峡登陆伦敦了 那我必须要去了,我这必须要去了 你又要帮忙躺了 我肯定是要去抢钱啊 我维京海盗不抢英国 那你还能叫维京海盗吗 全带上全带上 出征 1900人的维京海盗也还行吧 也还行 在我的一顿操作之下 我先从英格兰独立 然后加入了法国 成为法兰西的附庸 我的王权威星掉的有点快 你这还有什么王权 提供战争援助 他不需要我帮助 什么意思啊 废话反应用你帮助 那我直接宣战英格兰 不是,你给了个假情报吧 我怎么一来英国这边 他一向拉出两千多人打我 没有啊 假情报也没辙的 他现在已经死了 而且我跟英格兰一宣战的话 我这个神职人员直接关系减六 农民关系减一 这都是天主教 完了我可能 走掉了走掉了 干嘛呀干嘛呀 我海盗过来抢你不是很正常 完了呀 重生了一个这个首都被包围了 重生了哪一个 只有重生一次的机会 哦,这个地方确实在打 什么荷兰在打啊 荷兰在打英国啊 那我不管 我管你谁在打 我直接过来抢钱 荷兰,荷兰 这里伦敦正在被荷兰的部队包围 你不会想跟我抢吧 哦,母鸡 我的国王又带个八千 哎,我先抢的 伦敦这边也是打成英国粥了呀 比谁赶紧来啊 真的很有机会 没有很有机会 英国虽然说他有两千多人 但是这边,哇,联军有一万多人好不好 我这个城不太适合当首都啊,真的 所以真兵的人口不够 我想把伦敦打出来当首都 我们两跑短缺了 没关系啊,我们马上抢完 这地方就有估计了 哈里法国成立了 怎么才抢了四百块钱啊 英国人不行啊 有点虫哦 也有可能是我和别人一起抢 所以比较少 估计一个74,一个33 哦,这边抢完之后 直接变成99了 可以可以可以 这边把部队交接一下 然后你赶紧回国 老郭老的话呢,继续抢务 我们再提一点,王国为王 诶,格兰怎么打下了伦敦啊 确实 刚刚不是说了吗 这边确实是荷兰的军队 法国军队,格兰烧村啊 跟我们一样 这边 英格兰拉了6000兵马 和荷兰主力打起来 然后法国7000人在旁边观战 哈哈,还在那烧村 那这样的话有点危险 英格兰旁边还有3500呢 给我们回去这个元帅点个航海啊 这样可以跑得快一点 抢了一个亚马驰 转了1100 爽到爽到 继续 不用和平啊 这个法国和荷兰 跟英格兰应该还要打上了一段时间呢 不急的 英格兰人很愤怒 愤怒也没有啊 趁火打劫 是我们这个维京海盗的一个优良传统 我在我首都里面造了一个硫磺啊 它是我们整个王国的人口增长 加了15% 工程伤害加了15% 哎呦,不错呀 矿物贸易 把这边扩一个吧 这边可以再来一个硫磺贸易 这边可以再来一个硫磺贸易 这我们首都搞了个硫磺贸易 再把这个抢 这个法兰西傻不垃圾的啊 这边有两个要塞 然后有一片这个放牧的地方 一个村庄他非要去抢这个要塞 一个这个牧场里面都有320个部队啊 瞬间被我们剿灭 大丈夫就应该屈居人下 我来看看笔神这边啊 维斯马在哪啊 这个是吧 对 这是萨拉马 维斯马在哪里啊 就是三脉下面那个 就梅克文宝 哦哦哦哦哦哦哦 为什么我没有笔神事业啊 要签点条约 你跟我没条约 为什么没有事业啊 一定要战争援助才有事业啊 笔神我跟你 笔神我跟你 笔神我跟你来一个王室婚礼吧 我用我最为优秀的王子来迎娶你的这个公主 我有成年公主吗 你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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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德尼啊 我古德尼古德尼 古德尼 古德尼 我点错了我点错了我点错了 是是这个王子阿尔哥 但是我阿尔哥的战斗已经满了呀 娶你的公主有点亏呀 那你他妈换一个 哦我这个王子需要这个需要战斗 这好拉着古德尼进来 你们的王子都这个水准吧 我的王子都是最多东西 就我原来这个王子他只有两点战斗啊 娶了这个公主之后他就满了 这样的话我手上就有两个蛮属性的可以当继承者的儿子了 不错不错不错 又抢到了七百块钱 真开心啊 继续 甚至我觉得我可以把这城打下来 算了 在有托尔基之前还是比想这种事情的 3900块钱赶紧回家 把农田粪坑挖出来 后面在这里或者在这里 再起一个军营 然后再把那个托尔基一升 就可以出去攻城了 法兰西被逐出了天主教会 肯定是因为他一直在打英格兰啊 没梁子会怎么办 没梁子贵就死兵们掉士气 我又抢了六百 是不是后悔了啊 不如跟我一起来抢这个英格兰是不是 是不够的呀 所以说你维神必须要快 你得有投入机才行 知道吧 我们伐木场升级的这个木工大师 和这里的一个玻璃啊 都能加幸福度 挺重要的 又抢了六百 继续继续 我这块地好富啊 但这块地不是英国的 不是英格兰 我估计我抢一完一轮回来 他有些地可能又恢复了 我没能再抢一轮 特别开心啊 这个管理厉害啊 降低50%通货红装率 还能加钱 然后降低那个建筑的升级费用 这个好这个好 我们稍微攒点钱 攒点数把它给点了 战略加15%的军队移动速度 这个也不错 铁腕之骨 加小队韧性 减腐败 我得把这个法律给点了 你没有任何将此技能升到顶级的骑士 没有人点出法律这个技能 步兵战术加25%的人力 然后呢元帅还能加15%的攻击力 很不错很不错 这个也要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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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平 这个和平不是无条件和平 是对方提供了一个条约给我 然后我才跟来和平 所以说我是战胜光 我看看下面写的 英格兰输掉了与挪威的战争 怎么样 牛爸 走了走了走了 回国 叶芝现在变成了这个伦斯特 我知道为什么英格兰突然来打我们 因为他跟荷兰和法国全停战 然后荷兰和法国又打起来了 荷兰的家也挺好的 直接打荷兰了 打荷兰 哇 荷兰家这么富啊 法国现在又去打这个伦敦了 哎呀 我看这个荷兰要亡了 我觉得你可以去打荷兰 因为荷兰的敌人有得亡 对呀 就是 哦 荷兰又派了5000多人 来伦敦了 好好好 最好我能看到他的部队被这个 无敌的法国陆军揭秘 提供一下战争援助 帮你打荷兰 法兰系给我们去了 没关系 我再找这个德皇 德皇战斗真多呀 为什么没有办法加入德皇战斗 德皇用你参加吗 那他还有什么敌人啊 香槟我帮你打他吧 香槟我帮你打他吧 香槟也不需要 干嘛 还有一个 柏耿地 柏耿地 柏耿地也不需要 柏耿地战争援助 不对 他也不需要 出事了 那只能我自己宣了 又只能我自己宣了 宣 战争上见 神职好感又减五 农民又减三 没关系 瑞典我们自己的 丹麦那小子 我早晚要打他我跟你说 我这副十的神职好感真的不会出事吗 他减我十五点的稳定度啊 这不是要出叛军了吗 卧槽他怎么还有四千多兵啊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前线不是已经去了 六千多人吗 你一座城发一万兵 也正常也正常 他就是有这么多人力 那他战力应该不高吧 农民 轻步 弓箭 大概有一半的正规军 我赶紧把这个步兵战术给他点了 加一点战力 我这边应该能赢吧 我士气二十七呢 他才十八 等会儿不对 好像好像打不过 我打不过 打不过只能撤 死一半人 哇 这荷兰怎么会有这么多兵啊 我天呐 哎 拿下一个 武器也就能承受我的吗 可以啊 哎 我现在没饿死 你的部队还有活的多少呢 全活的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把这个管理点出来 降低我们的通胀率 然后呢降低我们升级费用 还加这个商业 sire we have the right to claim some foreign lands 什么 我国王跟家崩啊 新国王以统治瑞典 啊 你这怎么是个间谍啊 你八子啊 笔神虽然说是死了个国王啊 但是他打下了一块地啊 这是我们这么多玩家到现在打下了唯一一块地 哈哈哈 不对啊 那你这么一夜 完了 我吵死死了 这边小心要叛乱的啊 你要镇压他 我军队在里面没通 我的部队损失惨重啊 要求继承 嗯 古德尼的父亲已经离世 我们可以合法要求继承瑞典人的土地 他可以继承法轮 法轮是哪里啊 法轮是哪里 哇靠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军队行程放开 全是堡垒 四个堡垒两个村庄 这也不复耶 这个行程 是吗 我马舅长毛巾 工程工坊全建好里 那些是升级 所以说你就这边只是一个军营而已 我不能给你 不能给你 大元帅的地方 好好好 我弃权啊 我为什么呀 你为什么从我这里拿呀 我不能接受 我不是给你王室联姻了吧 哇 我弃权给你加了四百点的关系 我你个贵贵 没有用 你的国王要和我的公主联姻了 啊 行行行行行行 我们这边互相嫁了一个公主 弗兰德斯加入荷兰来打我了 你在逗我吧 哦对了 我跟荷兰没停战了 我想起来 哦 圣赛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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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啊 我操啊 荷兰不想跟我和平了 他要干我 哦 圣赛打赢了 他们在那里建立了十字军的一个城 想来干我的话 我得做好准备啊 先把部队补一下 再次加强我的法轮 这个就是我最后防线 别人打了你法轮的时候 你已经变了 跟变国没什么区别 没有 法轮的地方也很大 而且我可以借着法轮直接偷袭 我会 偷袭什么 啊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啊 我都放弃了你那边继承权了 你给我搞这个 我还以为我听错了 我现在家里面等一会钱啊 然后在这边起个军营 我们在这个地方 嗯 叛兵 叛乱爆发 这个叛军在干嘛呀 他怎么要去极北之地呀 你要去加入混沌是不是 哎他去最北边扎营了 是什么意思啊 我有点看不懂啊 叛军下海了 啊 他是不是 远赴崇洋去打英格兰 啊 你还有这么伟大的志向呢 你有这么伟大的志向 你来参军啊 你你当什么叛军啊 他又上来了他上来了 他死了 成为我的这个补给吧 正好我还没花钱给补给 收拾不了何来人还收拾不了你 他这边是只有北欧农民啊 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们是高贵的围巾步兵 哇我们这个防御加成你们看看 哇29攻81防 你要知道毛兵是以防御组成啊 大概是只有10点攻击力 但是基础就有70点防御 而我们的围巾人本来防御比较低 但在加成之后能拉到这么高的程度 所以士气是非常关键的 在你士气高了之后 你的这个步兵能到毛病用 但是攻击力啊 他是好像没有怎么加成的 所以你要选择这种攻击力高的部队 当然如果能手操的话呢 就只有骑兵啊 那是最强的 这边我允许你们最多死伤150人好吧 区区2000这个叛军 按理来说我们这边3000多人随便一个冲杀 他们就应该士气崩溃的 已经死伤120人了 126 128 诶怎么瞬间又死了二三十个人啊 他们是拉手的 一旦给我们自爆了吧 死到了最后3000人拿下了 贵族好感加一 叛乱终极 叛乱终极 还有钱拿的 那还可以啊 我贵族好感已经十点了 保卫的草药员 我贵族好感六点 我主要是军队好感特别高 十点 我好像能点一个王国优势了 我只要再来一个医疗资源 我就可以点出这个 王国幸福度加10 人口增长加30% 我这个厉害 他是在大教堂里面的一个药房里面 可以产出医疗 但问题是 他还得要药草和烈酒 药草我是有的 烈酒在哪 烈酒 不用不用不用 我挪威地大物博 住宅区里面可以升纪院 加一点幸福度 他加一点 加100点好吗 我们这如果要进口的话 普鲁士是提供油 亚麻布和毛皮 瑞典这里的话是 瑞典啥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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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想到的好吧 我这个继续发展 所以造了 你需要矿吗 我可以攒两钱给你奔个矿 来 伦斯特我们签个帽移协定 矿不需要 我现在就需要酒 有酒就有医疗 有医疗我就能点那个什么的 跟伦斯特也贸易一下 这个教室他已经吃了我好多钱了 什么也没给我 我气死了好吧 我怀疑他是因为浩格流太低了 他就不给我办事你知道吗 光吃我的资源 教皇怎么又想让我领导十字军东征啊 打谁啊 我跟着 打 打 打立 打立头丸 立头丸 打 打 打他 他现在在打不来 快快快快打他 接受 哇 我们正在领导一场十字军东征 圣殿骑士团骑兵 他在海上减了一半还有19点的攻击力呢 正常是38点啊 然后他的防御力是多少 194 任性45 重攻兵远程14攻 重骑兵34攻148防 封建骑士36攻174防 重心长毛兵16攻161防 防远程是210防 我的一个怪怪 圣殿骑士团步兵32攻135防 防远程163 好家伙 这谁坑得住啊 你说说看 他是在打这个立陶宛 问题是我这个国家居然没有跟立陶宛开战 噓 我进来了 贵族好改加1 好好好 我不先战的话 我待会这个后续的部队过来 没有办法抢地 我们这个国王是非常强的 但是也架不是他这边兵力特别多呀 这里是5000 这里2000 7000 加上这边4500 11000的军力 其实也不需要打1万多 因为他每次只能见两个嘛 所以就是7000打7000 整个正面战局的话呢 已经打成一个实力严重悬殊了 我估计损失个4000多人吧 或者5000多人 应该能拿下里面的7000人 我们这边7000多人 目前损失了2700多 对方7000多已经损失了5000人了 新的红衣主教出现了 噢 这个人打下来了 变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将一个什么 安德瑞乌斯大公爵 加冕 成为了他们统治者 诶 为什么不是给我呢 我就不理解了 因为你是以教皇的名义 不是说以博威的名义 那倒也是 这场战斗停止了 我的这个劫略都被终止了 对不对 那我不是什么都没得到吗 诶 那我过来干嘛的呢 没有任何的这个好处啊 那我们也不知道 那我得赶快了 他还要打下一座城 我得在他打完这座城之前抢快递吧至少 这里4000打6000 这能打得过吗 还能打得过 也是啊 因为他军队全是那种超重甲部队 个个都是铁罐的超人 OK 我们这个地方已经抢了 160个补给 这是个牧牛场 钱倒不是很多 但是补给拉满 你有没有一个叫李福尔夫的人 他已经被我贿赂了 你在贿赂我的王庭里面是吧 李福尔夫红衣主教呀 他是我的这个红衣主教 他也是个少年 就当上红衣主教 太离谱了 你他妈家的终于这么多国家 你就光贿赂我的人是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贿赂你啊 咱们他也不动他呢 我们的辉煌战绩无人能抵 挪威分数300声望400 这有什么用呢 这东西 十字军东征结束了 成正围攻胜利 十字军领袖相当慷慨的 将他赠送给了特拉开 你有毛病吧 你问过我没有啊 哎 哎 哦 虽说他被我送给了他 但这个国家是我的附属国 哦 他这里面你就只有这么多的骑士位置啊 每个骑士控制一座城市 城市多了其实你管不过来的 所以说搞点附属国还是有用的 哎 你们有多少人啊 你实在不行把这个盒 射灭虾利亚给倒 哦 卧槽 他这些精锐真的给我了 啊 圣殿骑士团步兵 重心长矛 嗯 残不要紧啊 花点钱就可以全部给补满呢 卧槽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再见 我走了我走了 哈哈哈哈 那个兵是别人花钱资助的呀 就是呀 每次发十字军之前那个教皇不是到处收钱吗 收了钱就组建出来这个部队知道吧 领导十字军东征这个人其实有很大的危险呢 他如果没打过他不是战死沙场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是冒了风险呢 那最后得减兵也很合理 克里陶宛哎呀 附属于我的挪威哎呀 太帅了太帅了 我看看他的 你哪个人叫欧塔尔 干嘛干嘛 你不要老吃我的王庭行不行啊 欧塔尔是我的一个商人 你要干什么 我可以让他盘别 你可逼随 我都放弃了你的集成券 你懂不懂 我们来点一个战略的王国传统 增加15%的军队行进速度 这个太重要了 由于收了一波十足军的精锐啊 所以说导致我们的食物收入的复过来了 不要紧啊 我们只要停止对瑞典出口食物啊 就可以了 这问题我没有 我没从来找到任何食物啊 呵呵呵呵 那就是个世界你知道吧 瑞典人还很愤怒 他切断我们的食物 供应真是狠狠地投了我们一刀 你这个食物不会是让人 让你的人贪污了吧 就这个 到了 到了海里了 那问题是谁给我的40块钱呢 是不是就是欧塔尔 是不是就是欧塔尔 他没事干 不是不是不是 是这个尼德罗斯 你要这么想啊 你只是瑞典的国王 对你下面还有那个商人啊什么的 他们这个要粮食不行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他们花钱从我这买粮 然后再高价卖给你 合不合理 荷兰还想跟我和平 我的天哪 鬼 哟 他愿意给我们支付3800块钱 接了 我们跟荷兰一和平 一个男人还愤怒了 我的天哪 我们这边来盖一个3800块钱的工程工坊 我手上7000多块钱 我的天哪 拿个皮毛帽去吧 我这里可以招 这个圣殿骑士团的人 哦 因为你是耶路撒冷嘛 合理 就我们这支部队啊 如果说想补满的话 他是需要2400多这个东西啊 而我们上线只有1000 所以说必须要一直一直补啊 我们就把一些比较高级的给优先补一下 这个要1600 这个要 我这个要2000 他每个部队还有级别的 看到没有 这几个还都是新兵呢 所以说后面练练的话会变得更强 重心长矛兵 防御125 163 不对呀 这个圣殿骑士团步兵怎么还没有长矛兵的属性高啊 他这个防御力 你一个迟钝的 还没有人家不迟钝的防御高 你太夸张了 我们只要等这批部队补满 然后呢再给他弄点装备 比方说工程追 石弩 投石机 再整点补给车 和增派部队 哇我们这个战力直接爆炸好吧 横推丹麦 我们以成为强谷 其他王国的统治者均承认我们为强谷 士气加三 影响力加二十 文化加二十 我吵牛啊 最强的国家是基辅 第二名是我们的德皇 第三名是法蒂玛 然后塞尔柱 然后是法兰西教皇 教皇过你一块地你三千多啊 那么夸张呢 怕不是十字军东芝的分数算给他咯 然后我们挪威啊 在这里呢 就排第九啊 全图第九 东罗马才排第十啊 怎么回事 然后丹麦 丹麦排十二 丹麦有点实力啊 你别说 英格兰 我看看你们在哪啊 瑞典在哪呢 瑞典在24 哦他是按这个分数来的 卧槽 丹麦来打我了 什么时候来的 你跟他开战的 你还问他什么时候来 WTF 直接一万人 一万两千人 一万两千人 我靠 你太夸张了吧 已经打到他 已经压到他二四路门口了 这个骑兵别上了 开打开打啊 想烧我的村啊 我就让你烧到最后一点点的时候 都烧不了年轻人 实力相差稍微有点点大 但是不要紧啊 我们高贵的奥德内斯西古尔德国王 战果辉煌 战绩传遍天下 你一个小小的丹麦你想怎么样 在这战斗准备结束之前 我的军队绝对能到 士气一波暴涨 而且我们是本土作战 我们是有士气加成的 哇他直接平均防御减21% 我加50% 你拿什么给我打 国王瑞卡德 我们需要更多的部队 否则没有击败挪威的肯定 我们的国王马德纳斯请求你战争援助 直接灭掉母鸡 啊他想让你来帮他打我是吧 我手里有你所有等我攒一万克钱 把你所有人全杀了 我想防的话我就得顾那个间谍你知道吧 但顾间谍不就内耗了嘛 对不对 我也有问题 这是你把他全国上下的那些营党杀完了 他就直接灭过了 有可能 不是我可以杀他 我也可以花多花我有费钱 让他那个地方直接叛乱 你能不能搞点部队去抢劫 不要搞这个东西了 你把你那个国王送掉 他不就不是间谍了吗 好他退了 我看到有个五千多人是吧 好 他在刷我家第五千多人 等我打完这两仗我就回去 他这种侧边之后 再找个地方给我重新打 就很浪费我时间 你知道吧 因为每场战斗开始之前 都有一段时间的那个战斗准备 他用两只部的拖着我 然后他这边烧我村 好恶心 全灭 就这 怎么了 瑞典加入了我在这 你在干嘛呀 你在干嘛呀 你在干嘛 你给我发和平啊 我家们也被抢了 邻居们也叛变了 我看不懂啊 这个这个真不错 手滑了 我在我在单独斗 接受 哎 哎 哎 他在攻我要赛 他疯了 我要赛里面两千七百多人 他疯了 疯了 他彻底疯了 不是啊 我跟你商务断了呀 商务断了 再连回来吗 我那个是扩大了两次了 商务 没事 他就花一点点钱 就可以扩大商务的 只要花一百块钱好像是 而且我现在没有跟你商贸 那个选择 我给你就断了是吧 你要问我 能不能做商务 然后我再答应你 we have received a diplomatic message merchants in our kingdom 要二点的 Action I live for profit 扩大到中行贸易 I die for my kingdom but I cannot do that 补一下 你们现在还不赶紧去丹麦吗 丹麦的兵都被我杀光了 我的部队在打成在 丹麦就这七千多人 我只要打完他就没了 我成块躲下来了 跟瑞典的贸易先断掉了 这边已经没人口了 这边已经没人口了 丹麦是德皇的盟友 人吗 enemies are burning one of our settlements 但是德皇 他在打谁 他好像没有什么强 造个渔港吧 加点粮食 我们这边正面圣殿骑士团 后面重骑兵 加清新长毛兵 诶 这哪来的清 哦哦 是我的那个 要塞里的兵 然后后面还有大量的维京人 还有贵族骑兵 你怎么跟我打呀 一帮清骑兵 木鸡 木鸡 英格兰把他的领土夺坏了 他还把荷莱灭了 啊 这么牛啊 好好好 相当于是 好 哪百人跑了 刚刚在这边打了个六七千吧 然后在这边打了个五六千 也就是他全国上下一万多人的士兵被我灭掉了 我们这边打完这场 然后再稍微的修正一下 直接南下 现在最限制我们这个出兵呢 是这个东西 这是个王国争兵 怎么能快速提升王国争兵 就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把目前的王室继承人啊 这个马格纳斯拉出来 让他去前线奉个死 这边有一些部队可以运到前线去 刚刚的两战把他国家的元帅加一个国王全给抓了 你知道他愿意付多少钱跟我换吗 九千二 滚吧 九千二 我人傻了好吧 那他没钱一毛钱没有 哎 等一下你的附属国把叛军的一个首领抓了 你看走上去 哦 你是在打狠狠的打大麦吗 对啊 大麦都给我打没兵了呀 你们还不来 大麦在我和兵户这三千 这三千两百人 对他就在三千两百人了 打完就没了 我现在太有钱了 赶紧花 把学校盖了 之前造完过儿园忘记盖学校了 哇 466 拉满 把这个王权威信 王权威信拉满了 到顶级了 5级 加5%的税收 加15点的间谍防范 加11点的稳定度 好好好 我家的间谍防范怎么 这个比赛还是天天看我家呀 我觉得应该是我没有一个专门的间谍的原因 敌人来了 来来来王子 领兵作战 作为我不先锋 拦截敌人 210人迎战3190人 优势在我 然后他们先打着 我们这个后方的话 还要造这个什么 君主城堡啊 他是可以增加这个王国真兵的 很关键 目击 我能告诉你们 丹麦 往那个人 岛上也出了 近7000人往那边赶 近7000人 好 丹麦 有3000人已经 已经有三千两百人在我脸上了 我看到了海上两千三百人 两千五百人 我这我看到丹麦的这是谁啊 丹麦的国王了 他手上也四千人 在这个 和弹斯克 这么吓人啊 Sire Our enemy offers peace more troops have come to aid in our battle 他通过这边海迦了 他往这边走了 两千五百人先过去了 有点吓人啊 我这边应是可以把他这个三千多灭掉的 主要是你把他国王放了 丹麦提议和平 再想想再想不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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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640人要被赌 赌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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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赌不了 他应该会直接进去 卧槽那我就打不过了 我这个战力是有所损失也就打不过 我再主动议和要是他跟我进攻 我要黄金 好了他又给了我三千二 这场战争依旧以我挪威获胜而告终 这个军主城堡我们也造完了 我看看哪个能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那个出兵的能力 这个东西看到没有 每座城堡都能加一个这个 我要再战丹麦 因为老国王快挺不住了 必须让这个儿子赶紧去世了 主要是这个儿子能力太差太差了 我后面几个儿子你看能力都很强 就他最差 他基本上就属于给他两块钱会去买顿饭 出门会跟人家说两句话的水平 我跟你讲我现在就等我这个年轻国王赶紧去死 他死了我下一代就是一个武功的人 武功的元帅 我的老国王虽然说只有三公 但是呢其他属性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用水不大了 所以说他死的话是可以死的 让我们那些武德充沛的这个王子上来 他卖人很愤怒 愤怒什么愤怒 我就是来打你的 愤怒呢 开战了 马上开 我直接宣战 骑士遇害好 苗子啊 苗子 哈哈哈哈 这就是我之前老国王梦中的这个福音啊 顺为继承人到了这个二王子二哥他是个商人 三王子的话呢是一个教士 怎么我士气比他高这么多还是势均力敌啊 你是不是太夸张了 他人多 就比我多了一千人而已啊 你知道吗 那个耶路撒冷的云志吉啊 他可以在对方比他高一千战队的情况下 把对方杀光自己只死一千人 摩基我有三千人动不了 不是不是 为什么 萨克森加入我战争 瑞典下面那个城 瑞典下面那个城 小心被打了 没事没事 我那层里有人 我层里有人 我这里可以打的 我这里是可以 马上 我们现在是三打二 但是我没有部队 我只是一个 萨克森来 云志吉他那个耶路撒冷里面有很多特殊兵 你知道吧 各种圣殿的部队 然后还有那个特殊兵 弩兵啊 我们这边都是招不了的 最多出重工兵 大获全胜 我们现在死了两千多人啊 对方死了四千人 战斗可以打 专件是 希望这波看能不能抓到人吧 只要能抓到人 怎么都好说 在哪儿 他现在正在往南拜逃 三百六十人 我正在往那边赶 比赛比赛比赛你放过他 比赛比赛你放过他 比赛比赛你放过他 打什么部队 我操 找个圣殿骑士多少钱 找个圣殿骑士两千五吧 两千二百 哎母鸡我贸易全国全世界第一了 哦 你看你这波能不能把他抓住啊 一个国王值九千块钱的 哎呀 母鸡我发现我有传言啊 说你很有黄金 我很有黄金 你在说什么 你在说什么 我得到了传言 说挪威的黄金也拖到 拖到帽库了 你在说什么 没有 没有 马上花完了 都是流言 流言蜚语 你知道吗 他什么部队啊 我两千骑兵冲二百九十个农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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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 还没开大 他前面有一个战斗前准备的 残血部队回去补一下老国王继续 南下御驾清真 啊我抓到了 抓到了 他面的从我手上逃两回 啊这一手一下抓到了 呃他想让我放元帅他元帅四千二百块钱 我不放啊我不放 我们手下呢 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小弟啊抓的一个叛军首领啊 这个叛军首领是可以宰了 然后加王国威望的 但是王国威望已经满了也没什么用啊 我们查阅了挪威最近的支出情况 发现他们似乎有许多的黄金储备 干什么都是谣言啊 你怎么不信啊 我直接拉一个石弩 我直接过来攻城我跟你说 我又抓到个大卖人员 对不对 别放啊别放 把他们成全拿下之后留一顿神放 放完之后再把他们打一顿 你懂吗 无限耗钱 我们家里面这个三队啊再拉一只 马上还能再拉一只 拉三只过来 给我们前线补兵 五千人围攻两千七 这不是乱杀 卧槽他怎么有五百多的工程防御力啊 这什么城市啊 军事坦丁宝是吧 啊军事坦丁宝都不至于这么强了 哎我拿着投石机然后加着三级工程 搞了半天 他打了五十 现在这一块一打成一锅粥啊 我的小弟现在这个烧地 绿莲也在烧地 布鲁士也在烧地是吧 好家伙 然后丹麦的国王还有元帅全被我们抓住了 他现在无将可用啊 有兵他都拉不出来 有没有人来考虑资助我一点钱啊 啊 太穷了呀我也需要人资助一下 太穷啊 我这两个人补给一个15一个12啊 完了吗这不是 他这里面工程稍微有点傻啊 就是你明明补给不够了 为什么就不能让一支部队线围另外一支部队去烧呢 对吧 他只有一个按钮就是解除 这两支部队全撤了 就很傻 而且呢一支部队在围城 你另外一支部队过来 不能单独给他运兵或者运粮子好了 你只能加入围城 真的很傻 哦他是这样的 你补给没了之后 减12点士气减50防御力 他是这样的 对 哦那没问题啊 我老有士气了 你减我士气也没用 我就算是饿了肚子都能把里面的人给爆锤了 他国王想给我12000要我熟了 然后元帅还要再出5000块 我突然有点心动 你缓缓缓缓缓缓 不急不急啊 快 哇针对法兰西发动了圣战 德意志被选为领导 啊 啊 啊 你在搞什么呢教皇 现在是西边法兰西被绝罚 东边匈牙利被绝罚 北边啊北边波兰没被绝罚 然后这个弗兰德斯也被绝罚 我告诉你波兰快了我告诉你 我也觉得 波兰至少有四五多层已经变成了一将 好队友可以拉这个第三队出去抢抢是可以的 你哪来的第三个人 我家里面还有部队呢 有的是人 地大物博 人也多 钱也多 全是抢 什么全是抢 话还说清楚啊 这都是我们这个组被传下来的资源 传下来的 传下来的资源 然后我们稍加利用就变得非常的富饶了 你在说什么 我们家里面再发大兵 粮食不够了 那就四只吧 冲 去场劫去 王地雷 教皇死了 我们的教室成为了教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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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给我加200点文化实力 200点影响力 20%的那个信仰 每个修道院能加多三本书 一块钱和一个信仰 啊 我等 我可以将 某一个敌人逐出天主教会 只需要4800块钱 我还可以和教皇断绝关系 妈的知道为什么要断绝 我可以花4800块钱 就是让某个国家跟我强制和平 我感觉我是什么 我是变化灵了 你是维京海盗 我是奸棋 我是你是维京海盗 我就耗耗大棋 我要笑死了 哈哈哈哈 我还可以请求赎罪 把某个国家以及被主持人 拉回来 哎 不对啊 那为什么是我花钱的 不是应该他花钱向我买赎罪券吗 不合理啊 还能够请求发动十字军东征 也只要4800块钱 你东征谁当领袖 不知道 可能我可以选吧 还可以宣布建立代翼京区 就是宣称对某个附属国提供保护 以换取他对我更多的进攻 还能立边区 可以给这个城堡增加这个守军 但是呢 这个附属国就不能进攻了 还可以宣布建立圣殿 让附属国不进黄金 全给我们进攻书和前程 我们花5000块钱 先把这个攻准技术点一点啊 增加我们的布置防御力和攻击力 我吵法国巴黎被围了啊 对对对想起来 之前发的这个十字军啊 就是德国的这个十字军 德皇的十字军已经把巴黎围住了 6000多打4000多 稳稳拿下呀 这波法兰西居然没投降啊 有点不科学啊 又不投降 面对十字军应该不能投降吧 因为十字军它不是一个国家呀 它是一个混合的军事组织 如果能投法兰西我不一找头了 找头了 还能让你围掉巴里开什么玩笑 哇靠我 我算知道你为什么 那么结尔有钱了 这抢钱四台钱快啊 你在说什么呢 那都是祖辈传下来的 祖辈传下来的 祖辈传下来的刀剑是吧 被你看穿了啊 不要伸张好吧 私底下自己又偷偷用就可以了 丹麦提议和平 丹麦叫我求饶了 灭了他 我操他又派了三千多人来打我了 怎么回事啊 等一下我把我把叛官震偶就来帮你 他有四百人多关 哦哦 他雇了一只雇佣军过来 我操 出问题 他有钱 早就应该相当要钱 因为他没有将军没有援 所以他拉不出兵 所以他雇佣 那个雇佣军了 哪个雇佣军了 哪个雇佣军 攻守 哦 那还行 就一只中攻军是吧 那还行 两只中攻军 我等下面这个抢完 我上去支援一下 应该会 哦 支援不了 我这个部队是满的 完了 这就打不过了 我跟你说 这就瞬间就变成势军力敌了 哇 他居然还突围 我的天哪 疯了疯了疯了 突围 不是纯纯的找死 目的 东升失败了 十字军宣告失败 哎呀 这么拉的嘛 刚刚那么多人的优势都没打赢 哪有啊 法兰西人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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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他巴黎刚才好像纯是守军 没有部队 没事没事 没事没事 我可以这个 让教皇发下一波 不行的 你有钱 现在没钱 等会儿 单外彻底不行了 拉了雇佣军也没用 拉雇佣也打不过你 对 哦 我知道他为什么要突围 因为他城市里的被我围的没粮食了 就我也没补给了 他也没粮食了 哈哈哈哈 他里面估计也在对外高呼着 啊 只要把队变杀光 你们就会有粮食 诸如此类的话 所以他们就冲了出来 我知道为什么他跟我们成那么快了 你看他是给自己的部队里面 你配了个4000块钱的这个投入机的可能没有 母鸡啊 我才配了个2000块的 母鸡啊 嗯 你农田那块怎么回事 农田怎么啦 烧家那个 什么烧家那个 下面那个 没事我安了我安了我就在你下面我这里下面 好好好 好好好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我伊尔森大骑士 我对想起来了我这个元帅忘记给他点了个什么 我靠母鸡不对快下来 怎么了 你看看 卧槽七千多 怎么办 你都不用过去了 不是 我国王死了 等一下 但是我这个城拿下了 就这个城拿下的瞬间我国王死了 我老国王一身对外征战 无一败计 就算是要死也要拿下这座城市再死 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代圣皇啊 我们第二代国王也很不错的啊 我看看 立长不立右啊 我也不管他这个能力 对 你看就正好就轮到他了 哎很不错 你这国王名老吧 嗯对 你可以把你的女儿这个推荐过来 属性要打架 属性差的不要打架 我刚要烟雾三可以抢走 就在刚才刚他成年 来个领导第三吧 加一下国王影响力 毕竟新军继位嘛 没输了 那要不为了寄贴你的老国王 我把这个丹麦国王宰了 好好好 不不不不不 我准备跟丹麦和平了 你别和平啊 如果笔神上来帮我 那里面的话大概有个五千多人 打千多估计也打不过 然后我上面部队如果下来的话 也进不去啊 因为他里面只能塞两支部队 你懂不懂 我找到丹麦 然后我发现丹麦的国王被关在了瑞典 然后呢我去找他议和 他说什么 他说你该庆幸我被关在了瑞典 否则你早就玩完了 太合理了 我要笑死了 要求进攻 给我纳维附属国 愿不愿意 我怎么能和平啊 因为我们是战争援助啊 丹麦变成了我的附属国 你瑞典是不是给这个国王用行为啊 他迫不及待要被放出去 他要和平 我就是把他关的时候把他旁边几个叛军元帅给他干了 这狗王不会这么胆这么小吧 怎么回事啊 这就成为我附属国了 我靠 你现在不两个附属国了吗 已经 对一个丹麦一个特拉凯全是我附属国 穆金 怎么说对波兰开战不 干嘛呢 干嘛呢 休想生气一下好不好 不是你丹麦已经跟他打起来了 他打起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而且 而且 而且那个势如扩卒啊 啊 你自己看好势如扩卒啊丹麦人 波兰很弱的波兰 波兰他的领土很大 波兰是吧 波兰也可以打死了 行 但是波兰的战争潜力很高 他有很多其他的部队到处跑 向丹麦提供战争援助 加入对于波兰的作战 开打 我也推丹麦 丹麦国王还在我牢里关着 那你方便啊 你直接进牢里跟他说就行了 提供战争援助 太方便了太方便了 他不愿意 妈的脱衣打一顿